偏向醫療資源不足是臺灣長期以來難以解決的困境 在臺東醫療體系照顧設備不足 醫師少再加上民眾就業機會不足 就醫交通困難等 南臺東的南迴公路沿線四鄉 多年來都沒有一家大型的醫院 居民一旦要看病住院 就得要到超過一百公里遠的臺東市 或者高雄等大型醫院 達人鄉衛生所醫師徐超斌 為了改善這樣的醫療環境 成立基金會籌備處募款 希望南迴醫院早日實現 不過引來臺東縣政府的關切 廖國棟在立法院國事論壇 痛批衛生署應該要站出來負責 衛生署應該要善用你的政策工具 臺灣有23個醫學中心 你就不能指揮任何一個醫學中心 去支援這個南迴線嗎 習政院衛生署表示偏鄉地區醫療資源不足的部分 在今年的九月底衛生署有實地 勘察臺東縣醫療設備 認為臺東縣南迴公路沿線四箱交通不便 目前的做法就是先在大五箱設置急診醫療站 這幾年一直在擴充達人箱的醫療資訊設備 包括他們衛生署 那是98年2月才重新啟用 我們會先把這個醫療站先擴充到具有一些 及的醫院的功能 所以這塊我們會很快的來進行 所以把這個醫療站它可以擴充成 有點像是就是那個一個很大的 就醫療站有具有 就醫院的一些相關的設備 衛生署強調已經在進行醫療站擴充的工作 也表示很支持徐超斌醫師 要設置南迴醫院的想法 不過只說支持衛生署 並沒有要興建南迴醫院的計畫 記者 馬耀立法院採訪報導